其实刚刚特别提到 这是继捷克总统之后 一个最大权位的参议院的议 第二顺位的议长 我看到他特别强调是说 因为台湾的防疫 世界有目共睹 更无常受证捷克防疫物资 所以捷克的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 一直都是非常高 他也收到了各界对台湾的赞赏 那这个议长呢 透过了专访当中 等于提前跟台湾民众来问好 也再次感谢台湾协助 捷克的防疫 他认为访团当中的一位议员 因为具有医学的背景 所以这次访台的目的之一 就是考察台湾的防疫工作 来交流经验 他也认为如果有机会 有机会 他十分愿意在立法院演说 访台期间 他也将要拜访立法院长游席坤 他认为国会外交 是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这一次台湾之行当中 也是国会外交的重大的成就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好来 维远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8月会是台湾 在外交上面非常热闹的一月 刚刚学姐在讲 8月9号当天 是申其朗跟艾萨同时到台湾 就是8月9号 这个礼拜天 那这三个团就可以做出比较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捷克的团 因为他有自主两个礼拜 那我不知道那个时间线 因为申其朗这突然才传出来 他要来调研李登卫前总统 如果我们也可以让美国跟日本是 上飞机前三天 所以以现在时间算的话 艾萨应该已经做检测了 因为三天他来他礼拜天要到 然后申其朗这个前手上也做检测 是不是我们也让捷克团的人 可以比照一样 就不要让人觉得说 美国日本不用两个礼拜自主管理 而捷克要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是觉得国民党委员 可能搞错方向了 就是希望台湾安全 我讲这一点不分蓝绿 但是今天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陈总部长他有做 上飞机前三天先做检测 而且他是包机 他不会跟其他的旅客混杂 然后下飞机做检测 如果这个SOP是可以的 因为过去没有嘛 那以后其实就比照帮你 所以我在讲说我觉得 是不是捷克也比照美日的 可能对他们也比照 我们本来被告知两个礼拜14天 谁叫捷克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换哥在讲 全世界等到疫苗 发明出来的那一秒钟开始 大家一定抢 沙漠里面一杯水谁都要抢 所以我们应该不是去考虑说 要麦我们无人撑茶几 中共会生气 周三这个 我跟大家讲 去年的7月28号29号2019 周三群岛救军演 他固定的嘛 你讲说 什么艾萨要来他生气 我们也会怕 不用怕这个 而且这个 我们要用台湾跟台湾人的立场 去看问题 不是不要怕中国大陆生气 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今天不管他要不要生气 美国的卫生部长来台湾 这件事情 对台湾没有任何帮助吗 如果现在总统还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你会反对吗 你会反对国民党执政时期 如果不会 你就不应该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倒是觉得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 瑞德西尔 我们现在要已经不太够了 因为大家抢5月底订单 7月应该到没有到 1000人次6000剂 倒是应该趁这个机会 跟美国卫生部长谈说 是不是以后疫苗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优先取得 是不是瑞德西尔 可以帮我们 把我们订单付钱买 让他能够早点拿到 这就是台湾人 比较喜欢看到的 不要说什么 中国大陆会生气 那个东西不是台湾人 想看想听的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